十二生肖中虎的传说,为何虎头上有王字? 众所周知,半君如半虎,老虎被认为是山中之王, 无论何人都必须对其三分畏惧。 然而,为何在十二生肖排名中老虎却位于老鼠和牛之后呢? 老虎天性勇猛,相传源在天宫里当侍卫。 虎卫是以前并不显赫,额头上也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王子, 但在从猫师傅那里学到十八般武艺后, 他成为了山林中的勇士,凡与之比武,要么死,要么受伤。 从此,老虎威震山林。 当玉帝得知此事后,由于狮子的凶残和恶名, 主管生肖的玉皇大帝决定罢免狮子, 但他需要一只能够镇守山林的动物。 于是,玉帝想到了身边的虎卫士, 便让老虎与天庭的狮卫士较量, 老虎取得了胜利,而狮子被贬到了遥远的南方。 于是,老虎成为了天宫的殿前卫士, 玉帝决定罢免狮子的生肖头衔。 后来禽兽作乱,玉帝需要一只能够镇守山林的动物。 于是,他想到了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虎卫士, 玉帝派老虎下凡平乱,连续打败了狮。 熊、马三大头领令其他恶朔文凤而逃。 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荒野, 人间欢天动地, 感谢老虎为人世间立了大功, 回到天上,玉帝因老虎连胜三福, 便在他的前领刻下了三条横线。 后来,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, 大地一片汪洋。 虾兵蟹将作恶人间, 老虎又来到凡间, 咬死了龟怪。 玉帝一高兴, 又给老虎寄一大功, 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树。 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子献在老虎前额, 他额前刻王子横线祭其功劳, 于是老虎成了百兽之王, 并取代狮子入列生肖第三位。 至今,虎符、虎环、虎雕等驱邪物仍然存在。 在农村, 不少家庭也喜欢给孩子戴虎头帽, 穿虎头鞋。 这不仅是为了驱吉辟邪, 更是为了祈求吉祥平安。 属虎的人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三银是地支第三, 所以也称银虎。 十二生肖之一, 地支的第三位, 虎被誉为寿中之王, 凶猛彪悍, 虎虎身微, 迎时老虎最活跃, 最凶猛。 属虎生肖的性格特征, 独立自主, 虎年充生的人独立性和自尊心都极强。 喜欢单独行动, 不太合群, 喜欢他人服从他, 充当大哥属虎的人自尊心强烈, 喜欢独自行动, 不太合群, 他们倾向于在团体中充当领导角色, 是普通人的维护者, 决断果断, 尽管有时候做事急躁, 莽撞, 但在面对困难, 挫折或失败时, 属虎的人会迅速做出决断, 重新开始, 直至取得胜利, 好变好胜, 属虎的人喜欢与人辩论, 有很强的好胜心, 要让他们幸福并不容易, 尤其是男性, 尤其是男性更显得顽固好胜, 天生的权威感, 属虎者渴望身居高位, 掌握权力, 他们憎恨不公, 会不畏强权地为自己的信念辩护, 勇敢无畏在事业上, 属虎的人是执着而无畏的追求者, 即便冒险也在所不惜, 他们深受气躁莽撞的朋友与伴侣吸引, 勇猛好斗, 属虎人的眼中, 一切盛行时心都是高心斗角在作祟, 但属虎者总以为自己是制定标准的人, 不喜欢跟随现实的潮流, 属虎人对钱并不感兴趣时, 并非指他们没有钱, 而是他喜欢有足够安全感, 以致很多的金钱权利, 但不会完全被赚取金钱的心机所蒙蔽而服气, 他们总是想不管他们做什么事, 周身都会有足够的钱, 直到有一天钱用完了为止, 属虎者天生的权威感希望自己身居高位, 掌握权力, 他们憎恨不公会拼命地为自己的想法辩护, 但由于好动与喜欢改动的天性, 许多属虎人飘荡不定到五十岁, 还未找到适合自己的重要职位, 生肖属牛和属虎的守护神是虚空藏菩萨, 他是大乘佛教八大菩萨之一, 代表功德、财富与智慧, 藏字代表无限福德与智慧, 而虚空则有广大的意涵, 二者合起来具有功德、财富与智慧, 如广大无边的宝藏般丰富的意涵。